親王要帶我們來看到 是最近大家進出這個捷運站 都會看到一整排神秘的箱子 那是什麼呢 快取寶 很方便你現在買東西 就到那個地方去取貨 但問題是現在108站的 這個快取寶的背後 這個老闆 這個執行長 聽說人間蒸發了 大家就要擔心怎麼辦 我的權益會不會受損 然後更進一步 被外界懷疑 他根本挖了一個好大的錢坑 奇怪了 親王進步告訴我們 這個位執行長 他的名字叫做孫悅澤 他還自詢要當台灣的馬雲 怎麼走到了這一步 快取寶在去年的時候 很風光的進駐了各大捷運站 那大家想說 這是一個創新的商業模式 你可以線上購物 然後捷運站到這個櫃裡面去取貨 那結果沒有想到是什麼呢 他的老闆 負責人孫悅澤 竟然傳出疑似 他可能出進到香港 然後他跟妻子的臉書也都關起來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快取寶的股東爆料說什麼呢 就是說看到他的臉書 看到孫悅澤的臉書說 他欠債了百億 那欠債百億一傳出來之後 當然怎麼樣呢 說股東會嚇一跳 那嚇一跳 你要知道他有很多的投資人 孫悅澤是從家一起家的 所以你要想說他當地 跟當地的鄉親借錢 跟當地的明代借錢 跟當地的建商借錢 這些相關的投資人很多 大家都會很緊張 所以你看到什麼呢 快取寶這家公司呢 他們自己官方的臉書 趕快出來發聲明 發什麼聲明呢 說孫悅澤個人的財務處理方式 跟個人行為 與快取寶無關 趕快把它切開來 我們公司的經營歸公司經營 他個人的財務負債 歸他個人的財務負債 這把火繼續燒喔 不過說到了快取寶 各位 那是我們生活 如果在大台北108個 這個捷運站進出 你會看到 那一家生活就在那裡 你就看到透明的 裡面有菜 有娃娃 有飲料 有食品 其實還蠻有意思的 對 因為他建造了一個什麼呢 另外一種一條龍的服務 怎麼樣一條龍的服務呢 我網路購物對不對 網路下單完了之後 他那個櫃子又是一個倉儲 倉儲同時又可以讓你去取貨 所以他變成另外一種一條龍的服務 而且你知道他的櫃喔 有三種喔 這櫃裡面有什麼呢 可以有常溫 冷凍跟冷藏 也就是說你也可以去買個冰棒 然後送到櫃子裡面放 等你去拿貨的時候 他還不會融化掉 所以這種模式 很適合現在都會員的生活 所以我們來看到 這個現在人間蒸發的 快取保的負責人 自許他要當台灣的馬雲 就是選馬雲的這個發跡的模式 他如何一步一步一步 建造他的快取保王國 好 他所在打造的是什麼呢 是因為馬雲有投資 所謂的智能櫃這樣的公司 那這就類似中國的智能櫃的服務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孫悅澤他是怎麼起家的 首先他一開始是開這家叫 宣宣國際 那他很有生意腦袋 這家宣宣國際 是去取得迪士尼的授權 有迪士尼的授權 我就可以怎樣 做迪士尼那些公仔 做米奇 做米老鼠 圖飛猛進了整個 收益跟事業版圖 沒有錯 那就因為他取得了這個授權 所以靠賣這個起家 賣起家做公仔之後怎麼樣 自己也到深圳去投資做工廠 也就是說 我要賣了公仔自己設計 然後自己油廠自己做 所以這件事情呢 就讓孫悅澤取得了他的第一桶金 也讓他的鄉親看到說 這個人會做生意喔 那所以呢 孫悅澤的第二步 他的下一站是什麼呢 他的下一站就是做所謂的阿旺斯 那這個阿旺斯是什麼呢 你透過網路下的打擾 可以訂很多的生鮮的食品 那訂生鮮食品的時候怎麼樣呢 你有取貨的問題嘛 所以他就有了快取寶的前身 安排一個櫃讓你來取貨 那麼這一件事情呢 讓什麼的 讓大家看到孫悅澤做生意的腦袋 還真的很靈活 因為這種方式省了很多的成本 那所以呢 孫悅澤就想說 這個模式他想要推廣 要怎麼樣推廣呢 因為他本來在嘉義嘛 他要把這個模式複製到雙北市去 複製到雙北市 放這個所謂的智能櫃 最好的點是哪裡 哪裡 當然就是捷運站嘛 所以我們看到了阿旺斯的年代 在嘉義 一塊太多而已 裡面放的是 阿旺斯他們賣的這個食品 你看他網購的東西 都是吃的放在一格一格裡面 對 但是我現在在捷運站看到的 就是他都不只是吃的 他零零種種 各行各 什麼東西都有 什麼東西都可以有 為什麼 你看看孫悅澤自己怎麼說的 他說一個消費者 如果你到買五家的東西 傳統的網購 五家寄東西給你 你有五個箱子 很佔空間 很佔位置 也不好攜帶嘛 可是現在有了智能購 有了這所謂的智能櫃跟快取寶之後呢 你買五家的東西 通通送到你的櫃子 你只要帶著一個提袋來 五家的東西就通通可以帶走 你很省你的什麼呢 很省你的所謂的櫃子的空間跟成本嘛 所以這樣一個idea呢 孫悅澤就想說 我就拿到雙北市來推廣 所以他就進軍了這個捷運站 那在捷運站裡面 你就看到這麼多的據點 那其實這個模式 在中國其實是很成功 而且已經行之有年了 你看看中國這一位 也是這個物流的這個大王 王衛他的風潮 其實在中國已經有80個城市 安裝了3.5萬個 這個所謂的快遞櫃 那涵蓋的家庭範圍有4500萬 那這麼龐大你照理說 這樣的模式應該可以成功啊 那怎麼沒想到 在台灣會是這個狀況呢 什麼原因 看似要贏得輸 當然這不是賭博 我們說的是這個魔率 這個世界板塊 大家一直看好的 為什麼會讓快取寶陷入了苦戰 對 其實有三大原因 我個人觀察 第一大原因是 其實很多民眾 即使是搭捷運 每天搭捷運看到他 都會以為快取寶 可能就是個置物櫃吧 不知道原來快取寶 有這麼多的一個功能 所以第一個原因是根本不了解 那第二個原因是 因為很多人會看到快取寶 这三个字就会联想到 它似乎是不是跟支付宝 有点关系